就在刚刚 鬼子神风扫荡对突袭了八路军团部 导致罗金堡的团长郑伟牺牲 当罗金堡赶到之时 却发现团长和郑伟已经重担身亡 怎料团长还没有牺牲 为了尽快救团长撤离团部 罗金堡背起团长准备离开 他还想带上郑伟一起走 但他只能先就一个人出去 而另一边 鬼子突击队队长来到罗金堡的家中 无意间却发现自己的手下全部被杀 一名鬼子仔细检查了事发现场 而他得到的分析 自己的队友被手枪爆头身亡 最后一名是被武士刀近身搏击杀害 此时鬼子队长发现屋内仍有动静 接着让手下翻滚进入房间搜查 经过一番仔细搜查 鬼子队长得出了结论 一旁的手下不相信队长的判断 他认为自己的队友是精英中的精英 没有任何人能轻易将他们杀掉 但这群鬼子并不知道 八路军当中能杀掉他们队友的 正是一夜端掉鬼子七个炮楼的罗金堡 随后手下来报 声称八路军团部领导少了一具尸体 当特务队长见到此情此景也是大吃一惊 他知道营救领导那个人绝对是个高手 这就说明罗金堡还会回来 画面一转 罗金堡背着团长急行军跑到了安全地带 此时的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他赶忙掏出背包的馒头进行体力补充 随后又把脚来的冲冲枪交给林干事 子弹已经上堂 我把保险扳到了弹法 每扣一次扳机只能打一发子弹 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 我要是回不来 背着团长走 你要到哪儿去啊 他要回去将阵尾的遗体背回来 不能让阵尾落在敌人手中 此时 鬼子特务队也预判罗金堡还会再次回来 他们已经在这里布下机枪阵 就等罗金堡前来送命 那么罗金堡能逢凶化吉吗 预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